與施秉青對談 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聊天 以後我們行常每星期 都會有這個環節 在AM730那裏 和大家講一講時事、經濟、國際 一些不同的形勢的發展 師先生 今天我們先講講內循環 因為內循環其實以前沒有這個名詞 但是近日內地的報章、傳媒 國家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員 他們都在討論這件事 你個人對於內循環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內循環只不過是一個名詞 其實這個理念一直都有 尤其是最近西方向中國關門 很多東西不賣給中國 很多東西不讓中國拿去賣 或者是有各式各樣的制約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以前是 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 很靠出口 中國就做世界工廠 生產一些東西賣去國際市場 令到經濟有一個循環 但是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開始不同的層面都制約中國的時候 那個大一點的國際性的循環 相對有些位置是難以繼續這樣運作 去全球化 有些人說去中國化 中國如果沒有 好像以前可以這麼順暢 借助國際的資金 國際的技術 國際的市場的時候 它是不是更新 以後就GDP下跌 規模下跌 收入下跌 它都要找出路 其實你看一看西方國家 譬如發展得最好當然是美國 它差不多內需帶動的經濟 它是靠自己本土消費帶動的經濟 佔了GDP七成 它其實已經做到內循環 美國已經做到內循環 日本是一個島國相對小 它都做到五成多內循環 而中國在這一刻大概都是四成左右 變成了中國有相當大的空間去發展本土經濟 其實內循環就是本土經濟 香港就很難發展本土經濟 因為香港是一個城市 它很多東西非靠外面不可 但中國復原廣闊 人口有十四億 靠內部的消費 都可以帶動經濟增長 所以現在大陸面對西方的制約 一個主要的出路就是 靠增加內需 增加經濟的內部循環 你剛才說了增加內需 就是內循環的 暫時大家都會覺得這是關鍵點 因為前部份的供應鏈已經做到 由最初的原料生產 到所謂的產品的完成 其實整條供應鏈都存在 亦都有一個所謂的運輸鏈 例如阿里巴巴 即是物流等等 反而在購買消費者意欲上 是最大的關鍵點 消費者的能力是很關鍵的 前一輪李克強說 中國有六億人月日一千元 一千元有多少錢消費 所以他 你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你當時 我認為他有少少誇張 但亦都是一個事實 因為我也有做中國很多農村工作 農村有些真的很窮 但這幾年其實是改善了很多 李克強為何這樣說呢 大陸網上有很多人挑戰他這個估計 我認為 有些可能挑戰他的人 對整個中國環境的差異性 當然不了解 但我都懷疑他壓低一點 壓低一點 就是說有多些空間去發展 但這個 我認為他如果不改分配制度 不容易將內需充分發揮 不過未講分配制度之前 我認為中國面對的 不只是刺激內需的問題 而是中國以前 因為外循環所出口的產品 已經去到世界市戰率很高 譬如有個時期 中國的機器打火機 是全世界市場的九成九的產品 都是他佔了 他去了歐洲做 70億人口的需求 比14億用 你用打火機 當作熱水爐來煲嗎 不可能 這些產業 你是不是立即要改變 它的產品的選擇 銷售的對象 中國是面對很痛苦的 要做工業重新定位調整 除了打火機 之前什麼飲桶 都說 中國那時候 我跟他們說笑 很難增加產能 你這些產品賣去火星就行 如果不賣去火星 你都佔了九成多的市場 你怎樣增加呢 所以如果你說 本來地球是不是70億人口 70億人口 70億 你縮小到只有14億 百分之二十左右 還有百分之八十 怎樣算 即是工業轉型 是的 那班廠就要側 那些工人不就要失業 那些投資不就要蒸發 所以不是想像中 這麼好玩 由外旋變內旋 那個空間少了很多 但這個會不會 譬如 在中國來說 其實 經常我們都會聽到一個 舉國之力去做這件事 舉國之力做一件事就行 舉國之力要做這麼多事 一樣不容易 但是中國現在跟五六十年代不同 中國的科技發展 當然有些事跟世界有距離 但是民生需求它解決了 即它不會說冷氣機做不到 雪櫃做不到 小衣機做不到 日常生活 它全部解決 只不過是尖端科技會跟不上 但這些不影響衣食住行治 所以它是可以有一段時間 可以捱到過去 即是不會出事 它最大問題 但是會不會 現在我們看 譬如你說 就算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 不過內地股市 或者香港股市 那個情況都不是太差 不過大家如果有看它們的經濟數字 反而很擔心 譬如糧食價格 一些通脹的壓力很大 這個會不會反而是它 這次能捱不捱得過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中國的糧食問題 其實是國家一向都有重視的問題 照我所知 糧食產量 基本上中國是一直堅持有自給自足能力 中國有買外邊的一些農產品 基本上是拿來做飼料 或者是根替一些大米 食糧 那些值錢一些 可能有些賣出去 買一些大豆 小麥等 我自己覺得糧食問題 是應該沒有擔心的 我看到豬肉的價格 升了很多 豬肉是因為非洲豬瘟 如果要賣巴西豬 它都會賣到 糧食 因為糧食 其實中國人先要吃飽 如果說 蛋白質的衡量 現在中國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你看得很細緻 蛋白質也說了 好 我們這一節說內循環 說國內的情況 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會繼續談